我從渡渡到南島嶼 然後我還為了要拍給大家看 我深等商務場 我們是不是要上去淋浴的 下暴雨 好可愛 骨折症超多 它有碧爾 撒爾 外 全部都有喝到飽 花了這麼多的錢 必須要吃到飽 今天霹靂的消息 我們應該不能飛飛機了 虧偉兩個多月 期待超久我要去飛飛機 因為我覺得 我的手感吸回來一點 結果剛剛早上收到他們的信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今天因為 因為我贏 所以我們必須要離開 哇 我的感想超酷 我們只要留在那一夜 什麼不能飛 所以說我要再查看看 看那個 黃厚鎮能不能飛 我有點擔心在黃厚鎮跟奧克蘭飛 因為都是大機場 所以我會比較害怕一點 但是我覺得 找機場飛不是一件難事 重點是要可以找得到 我會飛的機型 因為我在找Piper28的時候 原本奧克蘭已經有找過一家了 結果我那時候寄信給他 結果他跟我說 那台我們賣掉 因為我會飛的機型只有兩種 Piper28 另外一個就是 Diamond Forty 今天等等就是要開到威靈頓 開到威靈頓大概是兩個多小時 那既然不能飛飛機呢 我們就只好好好的探索威靈頓 沒錯 在威靈頓吃喝玩樂 在一個很chill的一天 我們昨天蠻chill的啊 昨天他一直沒有網路 他就端在那邊超好笑的 因為他那邊的話大概有一個左右 但是我是有網路的 如果大家要來住這的話 不要申請Spark 要申請One 因為我有兩個電信 我有Spark 跟One 一個角落 這個角度 我現在在這也有了 但是我昨天在床上 我在整個室內是都有網路的 我的網路是大概可以收LINE啊 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要上傳什麼 Instagram story 那其實沒辦法 那昨天睡這邊覺得如何 很冷 我用了兩個熱水袋抱著睡 但是有睡著吧 就是睡睡醒醒 因為很冷 我是還ok啦 昨天在那邊很chill的一間店 截到很晚 然後開暖氣 我跟你講那暖氣特別奇怪哦 他離開之後特暖 那過來的時候就不暖了 可能是那個用電的消耗吧 這家是真的還不錯 大家可以來住 看這個 我們很可愛的潛水艇 不多說 我們現在出發去威靈頓囉 GO 欸不對 先跟大家講 雖然這集沒辦法飛飛機 但我們還是會帶大家開箱 你是怎麼坐渡輪到南島去 然後我還為了要拍給大家看 我升等商務艙 我就幫你們拍一般艙啊 他拍一般艙 我是商務艙啊 我多加了一千八百塊 去升等商務艙 我就看那個酒是喝到飽 不是喝到飽 我就哭給大家看 好出發 出發 各位我們抵達了 聽說這個Bakery 非常的好吃 Uncle Leo's Bakery 因為我們Miss Young 一直想要來吃可頌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好吃可頌 走走走 有啦 下面啦 可頌 可是它的那個 肉桂捲也很棒 我決定我要點這個 Banana Banana Coconut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哇這個位置 perfect的呢 登登 看起來超好吃的 上面有一層派菲糖 搭配上香蕉 它中間應該是卡士達醬 我猜 它的口感吃起來有點像甜甜圈的耶 它很紮實 它其實可能說上面摸起來是蠻 我現在用手摸啦 真的是蠻紮實的 而且它要撒一些那個糖粉吧 然後這個口味應該是杏仁口味 杏仁不知道什麼醬 這塊是很薄 好的等一下呢我們要去Red Grat 這也是幫粉推薦我們的景點 然後這景點的很特殊 它有海報 可是不知道這個季節有沒有 那但是我有看網路上評價 也蠻多人說就是可以看到三四十隻啦 所以我想說可以去看看 通常大家都是租四輪驅動過去那邊 因為它有一段路可能就很像那種河湖啊 然後會有很多石頭那種路 我們要用我們的雙腳 走這段路 所以我們現在吃飽 等一下大家要去走 吃飽 好 走 我們車屌峽了 我們這邊整個進入泥中 Thank you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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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可以繼續上路了 還好有人幫忙 我下次絕對不要聽你的尬草譜 小雜貨 沒有沒有沒有我跟你說 這絕對是因為我平常都開吉普車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事 我們這個不是四輪傳動 欸還好有人可以幫忙耶 不然就慘了 而且是這麼大的卡車 欸它剛才有拖兩下我們就上來了 好啦出發 我們要繼續前往威林頓 好的我們抵達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風之道 應該是洛杉瓢的關係 這邊風真的很恐怖 連那個海水全部都被吹起來了 我們要穿著米居里出發了 我們剛剛問了他們 說有沒有海報 他說 Nothing 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的眼鏡也不見了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們要來parking的話 這區是不能parking的 只能這邊parking 還要有許可證耶 哇好麻煩喔 好的剛剛經過 很混亂的風暴 飛機沒飛到 羊駝沒見到 海獅也沒看到 眼睛又不見了 今天只適合耍背 拿去吃好吃的 所以呢我們現在直接check in A&B&B 雖然我們今天沒有走到太多的路 但我還是要隆重介紹我們的 登登 衝啊 衝啊 這個是我們最愛的米居里大氣良拖鞋 沒錯 我戴了它之後我幾乎都穿它了 鞋子已經收起來了 我們第一集紐西蘭航空的時候 一拿那個鞋子給大家 他就說好開心 我要換拖鞋 柬埔寨 荷蘭清邁 美國阿曼 世界各地 全部都穿著它 爬爬 而且這次你還準備了可可色給我喔 他出發前幾天跟我說 他的大氣良拖鞋 他上面這條 他上面的字已經沒了 對 然後我就說那 你需要新的嗎 我就說好那我就給你可可色 因為其實可可色它也是我們銷售榜 就前幾名的 我腳上穿的真的是黑色的 黑色真的是百搭好穿 我工作的時候也在穿 所以他就穿到上面那個米吉里都糊掉了 使用量很大 好啦我們真的是介紹太多次 我這個團購應該是團到第十團了吧 每一次都破百萬 很厲害吧 很厲害 這個鞋子呢它有四種穿法 第一個就是兩板脫 扣上去就是懶人脫 往後用就變成涼鞋 最後一個就是羅馬脫 我最長的穿法 因為覺得很酷炫 沒有人有這種拖鞋 你看完之後你媽怎麼沒有想買 因為我沒有跟他說可以買 欸怎麼這樣子啊 你知道阿怪吧 他們家買了五雙 這真的很好 你知道曹婷吧 他跟他老公都各買一雙 各買一雙 你知道拉拉吧 買到我 我叫他買三雙 是不是大家都被我推坑到我身邊所有朋友都買了 再來就是教大家 我第一天的時候就是這樣子掛在我的心理上面 然後拿給小楊 他們的條子他可以直接把它拔下來 然後把它互扣 你就可以扣在心理箱上 它就不會佔空間 因為你在拖的時候你看 是非常不會影響到你的空間 而且想穿就直接拔下來穿 非常棒 教大家另外一種手法 我們這兩條袋子呢 直接把它互扣 是不是就變成一個超長袋子 沒錯 然後我們再把我們的鞋子 這樣子綁起來 欸他就不會亂跑了 登登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直接把它放在我們心理箱裡面 也不用擔心你的鞋子會弄髒你其他的東西 沒錯 而且呢他的鞋底超級的軟 又符合我們的人體工學 不用怕穿久會累 而且也不會臭 他的腳很容易發臭 沒錯 腳汗很多 但是他這個欸真的不會臭耶 其實又 我幫你問 我是不用了 再講一次 他是環保鞋鞋 他這邊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有一些白色的點點 這些點點呢 他不是瑕疵 他也不是掉漆喔 因為他鞋體裡面有 添加回收EVA跟天然的牡蠣殼粉 液菌除臭 同時解決我們廢棄牡蠣殼的環境障礙 這已經好到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又環保 又好穿 如果你穿久呢 他有一些消耗嘛 然後你想要換一雙新的話也沒關係 你就告訴你距離他們 他會幫你的鞋鞋回收 然後送一個環保盆栽給你 他就是那個盆栽是用鞋子在重製的 我拿了超多個 大家應該知道我今年走白沙臀的時候 我是穿 她 走白沙臀 那一天走三四公里 我完全沒有停下來 回去沒有掌水泡 這雙鞋真的好穿 我推到連我媽 我外婆全部都跟我說 你聽你可可以幫婆婆買一雙 我外婆有穿 大家都有 那時候我外婆阿姨啊 我媽他們去奧地利玩的時候 就穿這雙鞋 超級好穿 好啦推薦給大家 米吉里的大氣涼拖鞋 下方資訊欄都有團購連結 趕快趁這波買起來 現在我們要去吃晚餐了 剛剛我們有去紐西蘭的國立博物館 這也是棒棒粉推薦給我們說 一定要去 因為他到九月中之後呢 就要看你收錢了 所以當你們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你家要付費 因為我們太晚到了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不拍介紹了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介紹的話 小楊有拍 因為可以去楊里長的頻道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去吃韓式料理 因為其實 我是一個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很愛吃韓式料理的人 好我們現在先來去吃吃看 好不好吃 這邊真的太冷了 我們決定今天不動廚房 為什麼要做MBNB 其實我們也是想要 用他們的網路 結果這邊網路沒有很好 小偶House 我們是第一組客人喔 它是愛心的耶 上菜了 火的湯 看起來好讚喔 好需要這種熱呼呼的東西 炸雞也來了 炸雞也超讚耶 它有給小菜 它小菜就是蘿蔔泡菜這樣子小份的 然後還有豆芽菜 你看它這個炸雞超大塊的耶 很OK吧 堅持它 你的湯超好喝 好吃 Juicy 吃到一個熱熱的食物 好爽 還不是我廚藝做出來的食物 你的廚藝也可以啦 認證啊 我們今天呢就到這邊 然後因為我們明天呢 一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呢我們才會那麼急到 趕到威靈隊 因為我們明天要把我們的船 還有把我們這兩個人運到 南島去 沒錯 所以說明天要很早起船 我們是八點十分的船吧 然後我們大概提前一個小時要抵達 所以我們才會訂到這邊附近 住住隔天直接去 好不好 OK 明天搭船見囉 明天 各位早安 早安 現在是早上七點多 我們搭乘是八點四十五的船班 所以我們大概要提前一個小時 就要報到了 我們這次坐的船呢 是Inter Islander 然後它其實在附近也有蠻多船班的啦 因為我們想說不要太晚到Pington 這次呢要為大家好好介紹就是 怎麼把車運到南島 那其實它費用不修喔 525紐幣 但有包含我的商務艙費 我的商務艙費就額外加了90塊紐幣了 我們現在到這個check-in的地方了 應該是這 白的呢 這個有含瓦斯罐的 要掛在前面 然後大家在排排隊了 是喔 這是排排隊喔 太有趣了 這個呢 是我的商務艙票 這是我們這趟的 vehicle 我們的車車的票 還蠻有趣的耶 我覺得它的規劃算是蠻完善的 前面那一整排都是車 超Q 啊它的船其實真的蠻大的 就很像我們去坐那個澎湖輪一樣 蠻大的 進船囉 要進去囉 欸我們也是camer fee 那我們要停上面 我們是不是要算去淋浴的 哇塞 好我們停在這個地方 這就是我們今天parking的地方 我們下來之後就可以直接往這個地方走 它有一個人型走路的地方 這邊是五樓停車的地方 然後三樓也有停車的地方 然後還有七樓 有吃的bar跟shop 然後lounge在八樓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去八樓 就要跟你say bye bye 你看人家都用走路的 就我們兩個做電梯 這邊有一個shop 大家可以來這邊買東西 它就是賣一些比較基本的啦 比如說一些圖寫啊 睡覺的探紙 綿綿靠枕 但是我們的屁店比較厲害耶 它還有賣一些小朋友的玩具啊 還有彩色筆 怕大家可能無聊 然後這邊有一些guide booth 我們這次做的 這是icelander 好 我們先為大家開箱一下就是 地板倉 這裡的話就是bar 休息區 其實也算是蠻大的耶 你們看一下 頗大 然後大家就坐在這邊喝茶泡咖啡 然後那邊有個咖啡廳 大家可以在那裡點餐 這邊蠻大的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點咖啡之類的 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沒有在這邊點餐 我要把我的胃 留到別的地方 旁邊這邊也有就是廁所 所以也是ok 欸這邊 不錯耶 這邊也有安靜 空間也很大 用電腦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旁邊的椅子也是沙發軟座 然後這是 嘿 可以這邊選你想要吃的東西 飲料等等 然後如果要熱食 啊這邊有Menu 整個餐廳的Menu 食物區也蠻多的 壽司等等的 優格 它這個餐盤是小船的餐盤耶 超可愛的 班尼克蛋這些都有 這裡就是小小的用餐區 然後這邊還有安撫小孩子的糖果區 呵呵 我們要前往八樓去啦 ok go go 這個上面還有那個拍照的地方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 好像澎湖倫比較大一點 那它這個船型應該是一樣大 只是它這邊分配比較多位置 是給車子停的 因為澎湖倫呢它還有睡覺的地方 所以說他們的那種 包廂室的房型就是比較多一點 叫台灣的澎湖倫 各位這邊有睡覺空間 有椅子 還蠻不錯耶 然後這邊是小朋友遊樂室 那你等一下可以在這邊休息耶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那我們往這邊看 這邊的話就是給大家休息 欣賞美景 然後你看它所有的位置都是面向窗戶 所以就是邊看海景這樣子 還是下雨 來我們還沒有出行啊 各位這就是它外面看到的view 下暴雨 還是回去好了 那我家要進去囉 掰掰 這邊是 see you 掰掰 加油 yeah thank you 套窗的位置全部都被占據走了 看來是沒有什麼太多靠窗的位置可以 不錯了 給大家看一下它菜單上面這個酒啊 選擇真的超多 它有beer cider wine 全部都有喝到飽 然後後面這裡呢有一些咖啡啊 茶啊也都可以選擇 欸它真的很還不錯耶 至少看到這個酒單是喝到飽 就算很ok了 這邊的話就是青石餅乾類 然後 欸好可愛 它光是那個泡茶的茶壺 哇太可愛了吧 我的天啊我快瘋了 我決定了我要來泡一個茶包 我的天喔可愛死了 各位它這邊還有一區就是熱食區 它食物其實沒有到非常的多 然後就是早餐嘛 可能我們大家是早上 所以它這邊就是放比較多早餐 那如果大家是中午的話 可能會有熱食更多啦 花了這麼多的錢 必須要吃到飽 你看它紅酒可以這麼大氣 滿滿的一杯全部都是肉 偏酸 它這杯子超可愛的 它就是上面是個茶壺 下面就是一個杯子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 哈囉 雙幼 好可愛喔 第一次看到這種設計耶 超喜歡的 整體來說它裡面的環境是蠻安靜的 像我們在前面就是 一般餐跟現在的貴賓餐 都是非常安靜 它這個貴賓餐呢 是限定一定要18歲以上才能買 就是如果說是未成年的話 是沒有辦法進來住的 它這個配套就算還蠻不錯的 因為如果有小孩進來的話 可能貴賓餐就會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OK的 大香腸 這個香腸好吃耶 我真的是花了1800塊 我沒有好好給它喝到飽 太老闆錢了 要喝到飽 但我建議大家 因為我現在牧室 大概這個貴賓餐裡面只有 差不多十個人左右而已 沒有很多人 所以是大概一個人 它就會佔了四個位置 像我自己也是佔十個位置 旁邊也是佔四個位置 那如果你們想要靠窗的位置 我要建議大家可以早上來 它靠窗位置只有三個 那通常一個人坐下去就是佔了四個位置 像我就是只能坐在 Middle of the Lounge 之後中間 我也沒有Fu可以看 旁邊還是廁所 好啦 那我們就好好休息一下 等一下呢 等天氣好一點的時候 我再帶大家出去外面看海景 各位 我們要去外面看海了 天氣看起來好像OK 哇 還是下雨耶 天啊 依舊下雨 哇 這裡真的是屬之不盡的雨水 我們已經快到了 現在是11點半左右 而且我剛剛還吃了一個Skunk 它一直有新的食物過來 還滿特殊的 後面那個也是救生船 很多人站在這邊耶 要看海嗎 太神奇了 哇 這個景看起來很酷 欸 它外面也有一個戶外座椅區 但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真的是沒有什麼人會坐在這邊欣賞風景 這個雨下讓我真的覺得 哇 很狼狽 給大家看這個美麗的Fu 哇 算了 我們要進去好了 我的臉已經濕透了 我不知道後面幾天天氣會怎樣 希望可以天氣好 因為這個天氣應該是沒有辦法爬冰川 也沒有辦法跳高宮跳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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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有一個馬卡龍耶 我們來繼續找楊梨掌 他應該在這邊過得還不錯 怎麼這麼可憐一個人 我有帶伴手禮給你 什麼 馬卡龍 好啦 我們要出發了 可是不知道人先下還是車先下 大家都走光了 我們這趟大概是坐三個小時左右 我們8點45到9點開船 大概是12點15分就抵達 他超準時的 就跟他的Bauding Time 跟Arrival Time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有發現他的貴賓室啊 好像是坐晚上的會比較滑 因為晚上的食物好像是吃牛排 我早上吃的就是一個很大的Skong 進去的時候是先給一些小食 就是一些香腸炒蛋啊 培根之類的早餐 然後大概是10點多的時候他會出Skong 就是不一樣 走走走 Let's go 我馬上去 前車了 YA 我們抵達南島了 YA 看起來這個碼頭長得一模一樣 好像有出去跟沒出去一樣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 從威林頓一路開到南島的兩日遊 完成了 他第一次開車上船 然後又抵達這個地方 也是第一次在國外 喔我不算是啦 我之前在那個俄羅斯有過 有大姑姑 但不是我開的是那個地培開的 但我是覺得每個經驗都蠻酷的 但我想跟大家說 我覺得那個Rounge啊 貴賓室 我覺得還好 1800真的我覺得沒有要很吃欸 因為我想說 雖然他酒喝到飽是沒錯啦 但是我又不想喝那麼多酒 那麼早喝那麼多酒乾嗎 誰那麼早真是酗酒 然後我一杯都沒喝完欸 那我倒是有吃一個Skull 然後還有吃一點小東西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的位置真的是 如果它是在最旁邊 就是一個L形的位置 都可以看到海的話 我覺得比較棒 但因為我 它是在正中間 對啊 啊我旁邊只有 看得到海只有三個位置 啊一個人就站了四個位置 那我就沒有辦法過去 你一本跟人家併住 這樣也太奇怪了吧 啊你覺得你自己那邊咧 我要剪片 所以我就找了餐廳的位置 然後找那個有電源的位置 喔有充電區也不錯 算是舒服 但我覺得在外海的時候真的很晃 晃得到我一度真的有點想吐 到最後快進南島的時候 開始有旁邊有島嶼啊 比較平穩區的時候就沒事 我覺得如果你的1800跟這個比的話 畢竟只有三個小時 我覺得 不需要晃啊1800 只差再吃啦 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那些什麼的話 因為 樓下的食物就是那樣啊 如果你還好只需要喝個咖啡 我覺得其實樓下就可以了 好啦那我不建議大家去 升等lunch好不好 我就只是想說 可以體驗看看這種 做渡輪的浪舉會如何 殊不知就也還好 好的 那我們現在終於抵達南島了 我們後面兩天應該會好好休息 好好的趕車 因為我們要直接趕到我們的冰川去 下一集呢 如果天氣好 我們就要帶大家爬冰川囉 爬冰川 我們希望可以成功 因為我們為了爬這個冰川 我們還提早到 想說如果真的天氣不好 我們還有多一天可以等待 希望可以爬囉 你看天氣超差的耶 好啦喜歡想要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小鈴鐺先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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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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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